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我好久没来法拉盛了,大概好几个月了吧,十分想念这里 结果好不容易今天来了,竟然选了个下雨天 没带雨伞就淋雨吧,幸好只是绵绵细雨 今天主要是跟朋友相约聚餐 在聚餐之前,让我先四处晃晃,看看我久违的法拉盛的节日情景 圣诞帽也出现在法拉盛街头,带给法拉盛一丝圣诞节气愤 在人们沉浸于零零种种庆祝圣诞节活动之际 如举办圣诞狂欢派对,享用圣诞大餐,以及圣诞礼物的送往迎来 有没有想过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呢? 任何传统节日都会在流传的路途上变形变直 人们已经渐渐忘了其真正的意义 而圣诞节对我来讲,非关什么圣诞树啊,圣诞礼物啊,或圣诞装饰这些表面的东西 更非关什么圣诞趴,亦或圣诞大餐这一类享乐的东西 它关乎的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所带给人类的救恩 这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而对非基督徒而言,应该是要效法基督的精神 帮助他人关注弱小,并且懂得感恩 卖甘蔗的还不少 刚刚是我对圣诞节个人的浅见与感想 正宗的老李熊鸡 图书馆前面的圣诞树也树立起来了 更增添耶诞节气氛 牛鱼上来起 七块鱼 别不在家 象牙芒 这种小芒果就叫象牙芒吗 从未听说过 在法拉顺逛街 经常可以学到一些 从未听过的素菜名称 现在去新世界美食广场看一下 它的叶蛋树也装饰起来了 即叶蛋装饰很有水平 不是那种廉价的红配绿装饰风格 俗话说红配蓝招人烦 红配绿狗醋屁 相当有道理 看看美食广场究竟有什么更新替代 美食广场的人烦 美食广场成为芒衣 、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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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没什么变化 前面这家对我来说是新开的 看到各家美食而且香味扑鼻肚子叽咕噜的叫着 可是却不能马上坐下来 还得等我朋友到别家一起去聚餐呢 我将聚餐放在另外一个影片中请一步观赏下一个视频 跟朋友会面之后最后要办的一件钥匙就是逛超市 逛超市第一件事就是买豆腐 看我这一堆都是豆腐类 有新鲜豆腐 豆腐肝 也有豆腐卷 看到这块特大号的豆腐肝来自台湾 而且是非基因改造的 我当然要买了 我买豆腐有两个要点 第一就是要选择非基因改造的 第二要注意它的保值期 后来我又买了好几包素食肉干 素食肉干就是豆腐干做的 这家的豆腐干只有这种口味是非基因改造 所以我只能买这种口味 买了豆腐之后已经相当沉重了 再来只能挑一样蔬菜 就买了白萝卜 无论我在美国住多久 被西化的程度有多深 我还是有个执迷不悟 是西餐不化的台湾味 久不久需要被滋润满足一下 所以好不容易来到法拉盛 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归啦 采购完毕 我被这从未有过沉重的大袋子 步履满山的踏上 回家之路 结束了今天法拉盛之行 今天虽有下雨 但是整体还是相当圆满的 今天就到这里 祝各位朋友圣诞佳节快乐